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這個戰火是不是真的升級了呢 請教亮哥 我感覺是莫斯科號被擊沉 的一個表達憤怒的方法 因為我看日本的媒體 日本媒體引述俄羅斯的國防部 說從17號到18號 總共有300個地方被打 300個 300個地方 他就說有 我看到那個300個地方我也嚇一跳 說怎麼會這樣宣布呢 那你剛剛講的利渡夫 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那個地方 他打到的看起來是民防 因為紐約時報有登照片 所以我覺得現在給人家感覺 也包括基辅的某些地方 那真正的這個動員的 即將展開大部隊對決的地方 應該還是烏東 烏東 那瑪利夫婆我覺得不是打不下來 恐怕考慮的是政治原因 因為一直傳出說有 烏克蘭的平民被封在地下室 那出不來啦 出不來 這個就是人肉盾牌的打法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一些官員在裡面 然後是外國人 所以 而且不是只有官員 不是聽說還有那個外籍的傭兵 那個亞素營本來就有外國人 所以外籍傭兵本來就混在 亞素營裡面 亞素營上大概有百分之 將近40是外國人 就是 歐美的極右派 就來參加這個組織 不過現在如果是外籍傭兵 我覺得俄羅斯不會手軟 主要是有一些好像是軍官 那有一些是人民 那你如果要用炮 把那個地方轟平 就全部都死了 那裡面可能有一些軍官 我猜啦 我也沒有證據 就是 我認為相關的國家或北約 有透過管道 請俄羅斯不要 手下留情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人質嘛 我已經跟你講說我的人在裡面 那你是不要殺他這樣 因為我可能跟你講說 他不是武裝士兵 他可能是軍事顧問 那當然沒有人相信他是顧問 應該就是某種形態的指揮官 可是他已經透過外交管道 跟你拜託了 所以他就有點動輒得救這樣 是 好 不過呢 補充一下剛剛亮哥所說的 就是在利沃夫這個地方 那麼根據外電的消息呢 說這個被炸的地方有軍事設施 有民間的汽車維修站 還有包括火車站等 交通運輸的地方 不過在那邊在採訪的外電記者 很多家 很多媒體 BBC的 美聯社的都有 當然有CNN 然後這BBC就說 這就是戰火升級的一種訊號 已經出現了 好 但是亮哥剛剛就說 其實是因為莫斯科號被炸了火大了 你看那個紐約時報登這張照片 這看起來就像民法 這個就是利沃夫的照片 是 這就是這張照片 他用頭版頭跳登這個照片 對 所以他 就是本來大家都正在把焦點放在烏東 但是怎麼會西邊的利沃夫 出現了這樣的場景 所以才會擔心 就說現在是怎麼樣 戰火在升高了嗎 還是說俄國現在要趕快 加快腳步要打了 打法要跟之前要不一樣呢 介大使那我們看 是不是真的跟這個莫斯科號 這個有關 莫斯科號左傾照 你看現在有這樣的一張圖 結果說疑似是他沉默之前最後的身影 可是說到了莫斯科號 莫斯科號你看 4月16號這一天 俄國的海軍總司令 還叫越莫斯科號大約100名的船員 可是100名的船員 之前不是說應該上面有400多人嗎 其他的人到哪裡去了呢 那美國的情報還說 據傳普丁還下令要毒殺 俄國的國防部長 還要拘捕貪百億的軍費 20位將領啊 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你要相信他是真的 那就是說對 普丁因為他火大了 所以一定要嚴懲某一些人 要把他們當作是一個 泄憤的對象嗎 可是也有人說不太相信 這個可信度到底多高呢 來介大使 其實俄國的國防部長 是邵逸谷啊 他是普丁的老搭檔 他們在一起合作了非常多年了 我是很懷疑這個 這個普丁要下令毒殺這個防長 他是等於說普丁的左右手 那麼他也不是真正的軍人出身 他是文人然後 可是他身經百戰了 他從這個很早就跟普丁在合作了 所以我懷疑這個情報的真實性啊 那不可能這麼倚重的一個 被公骨之城啊 會有出這個狀況 即使出這個狀況 普丁也不會毒殺他 我覺得太誇張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提到下面說 那個利沃夫這些被炸 其實俄羅斯其實在釋放一種訊號就是說 我只是不打而已 我如果要打的話隨時可以打 你烏克蘭每一個點 我都可以攻擊的到 你根本拿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是選擇性的 我今天有這個能力 我是證明我有這個能力 只是我沒有這樣用 我是以一個政治的目的為主的 我不是要全面性的讓你這個 烽火連篇啊 那真的要打的話說實話 老早這些飛彈就往 基辅的總統府去打過去了 對不對 只是他為什麼不打 那就是他的政治考量 那所以也就是容不得啊 這個 這個誰啊 這個我們這個 哲倫斯基啊 每天在那邊講的這個 講得好像自己了不起的 世界第二強的軍事強國 那第二強軍事強國 為什麼他對於外面飛過來飛彈 他束手無策呢 對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 基本就是說證明這一點 而且利沃夫因為靠近這個 這個波蘭邊界比較近 很多外國的機構現在都大概 都是集中在那個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原來是屬於波蘭的 對 是波蘭的城市 而且這當然以後才變成烏克蘭的土地 他跟波蘭的觀念也是很 我想也是對於波蘭的一種警告 因為波蘭的話是最 對於烏克蘭問題在過去啊 他是動作最多的 然後呢再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 等於說就是說在烏克蘭的問題 今天有問題的話 波蘭要負很大的責任 那麼尤其在 2014年那場廣場革命裡面 就是因為要加入歐盟 把整個烏克蘭的局勢 弄到一個不可控制的一個局面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俄羅斯他們是有很多的訊息在裡面 那現在這個就是說 莫斯科號這個集成的事件 現在很多 我看很多專家都已經出來講話 這一定有所北約的影子 有北約的影子 也就是美國的 我們這個我們國內一個 非常權威的這個軍事專家 他就講說這個一定是電子干擾 對 做電子干擾 那電子干擾的話那只有北約 美國有這個能力 所以在這個 在那個幾百秒的時間內 他就讓你的整個軍事 你的那個偵測系統 在這個 你莫斯科號的偵測系統 整個失靈了 那這個電子站 本來就在做這些東西 電增機啊 電子作戰飛機啊 那美國非常多 所以美國現在的 美國現在的射入 其實是無形的 可是呢 他那個射入都是很關鍵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俄羅斯也等於就是說 做一個全方位的這個 掃一遍的這種 這種攻擊啊 那事實上也是一個 強烈的一種回應 表示啊 不要逼我 要不然我就把這項戰爭 立刻給他升級 是 那隨時可以做升級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戰爭就這樣 你來我往 然後都有意義的 任何一個攻擊背後 都是有他其強烈的政治訊號 那我們知道 其實俄軍下了最後通碟 但這個通碟的時間 其實也過了 因為是在台灣時間的 17號下午的6點鐘 晚上的6點鐘 好了 那剛剛我們在談到就是 現在澤倫斯基也說了嘛 不要再去想 我們不會讓 那消滅我們的部隊啊 我們在馬利波的人民 會讓任何的協商劃下句點 那換言之 現在呢就是什麼 戰火就是會升高 那接下來會怎麼演變 現在其實 烏軍都被集中在這個 這馬利波的鋼鐵廠裡面 這個鋼鐵廠的廠區是很大的 那這個廠區呢 這個它又有很 這個好 建構非常堅固 這個是在俄羅斯 蘇聯時代建構的 地下通道系統 甚至裡面有的可以 聽說可以開汽車的 所以是非常綿密的一個系統 而且有防核的作用 所以當時是這個 建構一個地下 那現在這些烏軍 都躲在這個地下系統裡面 所以外面是團團圍住 可是它不投降的話 你要去找它 你要去把它殲滅 那圖20吧 那個俄羅斯最先進的轟炸機 昨天出動了 那麼聽說是投了非常高爆 這個爆炸力量非常強的炸彈 在投在那個鋼鐵場 所以基本上那就是攻堅了 也就是你躲在地下 對不對 我現在用高這個轟炸機 從上面丟那個高爆彈 有的炸彈是可以鑽地 往底下鑽的 那用這種方法來解決了 因為昨天的下午6點鐘 時間已經過了 那麼這個所謂的 讓這些烏軍走出來投降 它也包括這個所謂的外國雇用軍 對 它一視同仁 本來俄羅斯是講說 俄羅斯這些僱傭軍 是不受這個 日耐瓦戰俘公約的保障 所以抓到了格莎烏輪 他也網開一面 希望這些僱傭軍也出來 可是應該是還有很大一部分 都沒有出來 那聽說人數也沒有太多了 就是問題就是要把它 要一起殲滅 所以這個就是戰爭升級 這個圖20這個轟炸機 這個是俄羅斯最先進的 是噴射直升機 超音速 噴射引擎的 超音速可變後略翼的一個 長程轟炸機 長程轟炸機 所以它已經高爆性的炸彈已經都使用了 所以我是想覺得俄羅斯大概就 你不出來就把它殲滅了吧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